来来来,国内防疫结封后各种优惠方案推成初心 最近也有新的优惠券要出炉,来造福大家啦 文化部为了鼓励民众扩大逸文消费,振兴逸文产业发展 决定额外推出600元的乙房券,限量200万份 无论你是去书店、唱片行、电影院还是想买展演预购票等 超过1万家以上店家统统都可以用 如果是公益、文创等个人工作室等店家 也想要加入使用600元乙房券的行列 也可以向文化部申请审核过后就能加入 这个乙房券从7月22日开始开放 使用期限到期年年底为止 只要你下载APP完成认证后就有机会可以抢到 一人最多只能领一次 更多相关资讯文化部长李永德明天将进一步说明 除了文化部推出乙房券之外 农委会今天也加码公布 将在6月底开始开放价值250元 限量500万张的农邮券 只要有固定的据点、营业时间的休闲农场、茶庄、酒庄 农与特产展售中心等场所统统都可以用 而且更棒的是250元的农邮券是农委会推出 跟政府发放的三倍券完全不冲突可以一起使用 希望透过这次农邮券能恢复农场的景气 同时也希望可以促进农产品或农业相关销售 说了这么久 来来来 重点来啦 这样的好康优惠券又要去哪里拿呢 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去取票网站输入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字号 取得简讯验证通过后得到QR Code 就有250元的农邮券可以用啦 而且农委会还贴心考虑到 小朋友或劳人家没有手机不能领 所以开放抑制手机号码最多可以绑三个身份证字号 让全家大小都可以用 诶 不过提醒大家 250元的农邮券是不着零的 所以最好在现场直接用完 至于使用有效期限还没出炉 目前还在规划中 生活中心 我已经很兴奋啦 报答